街头横卧流浪汉 自己不知自己是谁 他连自己是谁 他都不知道 尘封多年灭门案 凶手逃命 难逃罪孰 三居尸体 缝没在这个卧室里 二十年 岁月改变了外在容颜 刻下的是内心的煎熬 把自己给关上去 害了死去的人 害了活动的一些家人 夜线 失忆的游魂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月 一个人如果他经历了特别不好的事情 我们就会劝他说算了 把以前那些事都忘了吧 可事实上 如果一个人的脑袋既没有受伤 又没有生病 他真的就能主动的把想忘的事给忘了吗 就是把自己的一切事情忘的一干二净 变成一个没有记忆的游魂 在这个世界上荡来荡去 这可能吗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人 2014年9月 一个来自新疆伯乐市的电话 让湖南桃源县公安局的民警们惊讶不已 询问桃源是否有一名叫罗某的在逃犯 当地的群众就报警 说这个路边有一个人 你们派出所的来一下 派出所过去以后就把这个人 就问他的情况 就是你叫什么名字 当时那个人好像是高度分明 然后把他带到派出所 把他就当成一个游乐人 他反正说一个说不清楚他是男人 他忘记了 他又不可以吵 他就说我记不到了 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在新疆警方的追问下 流浪汉说了很多的名字 但一一都被否定了 但是一个罗姓名字 还是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有人喊我叫什么什么 罗某行罗啊 也行张啊 他反正谁说的 但我不知道是哪里人 怎么到这里买的都不清楚 但是我可以干活啊 现在的时候我还是能够清楚 这是以前的时候 记不得会儿 这个户口信息里面又查不到罗某 因为毕竟二十年了 车里面人不知道他事死事活 就给消了 查不到了 然后他在那个逃犯的那个网上 查到这么一个 其中一个名字 叫这个名字 就是叫罗某的 原来罗某是二十年前当地轰动一时的一起灭门查案的嫌疑人 案发的这个现场啊 是一栋这个两层的小楼房 当时前门是敞开着的 我们进去以后呢 就就看到这个地面上啊 有大量的这个血客 有大量的这个血客 经过检验呢 经过检验呢 应该是被人啊 用这个斧子 斧头啊 砍切这个颈部 这样子死的 然后从因果关系上面来查的话呢 就只发现 他有这个 他的这个雨漆啊 最小的那个雨漆啊 和他家里就有过这个 感情的纠告 这个我们在他家里面这个地面上啊 发现了有这个新鲜的这个血迹 后来呢 我们对他家里面进行了啊 这个全面的这个搜查 我们就在他家里这个居船啊 这个粪池里面 我们还找到了 这个一件衣服 经过啊 这个显示对象的这个亲友啊 等人边认 这个衣服啊 就是这个显示对象的 然后就查找他这个雨漆的下落 可以查就是二十多年 一直逃亡在外 在逃二十年的悬疑人 有了消息 这让桃园警方兴奋不已 然而当新疆警方将嫌疑人的照片传来时 桃园警方却也有些犯难了 二十年的时间 人的相貌变化很大 再加上这么多年未见 无论是谁都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断 此人真的是当年的罗某吗 我们有这个举办侦察员呢 这个有两位同志都已经去世了 另外呢这个其他的同志呢 也已经这个退休了 所以现在当年征办这起案子的这个民警呢 现在也就还就只有我一个 区区的时候二十七八十 近五十岁了 那个照片传来的 传来的年轻的那个相反 变化太大了 这个流浪汉到底是不是罗某 只能在DNA比对中找到答案 找到罗某的女儿成了眼前警方的工作重点 然而二十年中替父亲背负无数白眼和指责的女儿 已经远走他乡了 而且他愿意为证明这样一个父亲的存在而提供样本吗 当时我们找到他女儿的时候 这个给他说 我是你爸爸这么多年了啊 这个说实在的 就我们警方来说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啊 我说作为你们做儿女的那肯定也想 这个知道爸爸到底现在还有没有存在这个世界上 我说现在呢 想提取一下那个他的那个血样嘛 我们做一个DNA比对一下 看他父亲到底还在不在 因为有好多的那个未知名的尸体啊 都陆入这个我们的系统的别队 如果是别队呢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那个放心了 他女儿当时就不停的哭 不停的哭 哭得挺伤心的 因为毕竟他那个时候才七岁 当他稍微懂事一点以后 就一直没见到自己的父亲 在罗某女儿的配合下 DNA比对最终确证了 这个流浪汉正是当年的罗某 当桃园警方来到新疆带回罗某时 还是吃惊不笑 把他见面以后一一感觉就感觉到梦了 为什么呢 我们一般的抓那个逃犯 逃了很久的逃犯以后 家庭的警察去以后 他很放松 很亲切 他就打招呼 他终于来了 好像很轻松 但是我们见到这个经验 见到这个人的时候 他很默然 好像不认识 什么都不认识 我们去问他 这个家庭的情况 他本人的情况 回答就是 三个字 不记得 他连自己是谁 他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是谁 你再问多一点 他就马上就受不了了 头痛得厉害 他只和我们主动说的 就这一句话 我还能来个饭吗 那时候我们就怀疑 他是不是真的失忆 因为这个人他是感情救过 发生的这个杀人案件 他不像那个跑社会的 到社会上奋担 他应该 应该还是有亲情 我们就是打亲情牌 从亲情这个角度 唤醒他的记忆 为了还原当年真相 也为了唤醒罗某的记忆 警方将罗某逃亡二十年间 家里发生重大辩护的照片和视频 呈现在他的面前 罗某会有所动吗 最开始的时候 给他看的时候 他好像就是一种 漠不关心的 他都很顽固的 他说你们怎么搞就怎么搞 我反正不知道 他很狡猾的 他不回你吵不回你闹 他说我肯定是有事 我肯定是做了什么 他事 当和他谈了一会 他心里已经打动他的时候 再给他看的时候 他就吃吃喝 就看见他的默契 我们就看到 他眼睛里面都湿润了 还有一个的眼圈红了 流泪了 原来然后就说 我不是人啊 这是我妈呀 爷爷我想你 我叫陈子豪 你是我的 这叫陈子豪 我想你 我叫陈子豪 推进到一定的高超以后 我就发火了 我说你不是人啊 你讲他母亲的 你走以后二十年 怎么过来的 你这个 他的父亲是瘫痪在床 瘫痪了一年 母亲的因为事而过度 也是老医学 死的时候都没见到你 又讲他的父母 怎么走的那个 话念 牵挂他的一些生活 然后讲他女儿 小时候被人欺负 结婚的时候 人家有了个 送亲的车 他就在外面 拿钢和人家结婚 一个对不起 上对不起父母 下对不起人家女儿 把人家搞得那么惨 心理房间已经崩溃了 崩溃以后 他就说 我讲什么 一下子就 全部都共了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我们今天再聊一个 失去记忆的杀人犯的故事 到场嘉宾 媒体人杰文金先生 心理专家 毕竟以女士 欢迎两位 关于失去记忆这事 我们总是在电视剧里面看到 通常都是一个外伤 然后这个人就失忆了 后来他摔了一根头 把脑袋一磕 就又都想起来了 像这种 也没受伤 也没生病 自己呆着呆着 主动就真的能 把记忆全部失去 真有这事吗 我们都知道 艺术它是生活的提升 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磕一下就忘了 磕一下就想起来了 是会有脑外伤 导致失忆的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是因为生活中 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故 然后他的心理是无法承受的 于是为了保护人 就是心理 他有这样的功能 他就忘记了这部分记忆 不是他故意的忘记 并不是 是他下意识的一个 自我保护的机能 对 他真能受刺激 就能忘了 是 还有一种情况 是比如他受了刺激了以后 他觉得这部分刺激 他想回避 他刻意的 把他甩在一边 好像我们说的那种 选择性的示意 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很像他的这种情况 您觉得他不是 他并不是 真的就失去记忆了 而是因为他自己不想面对 他就老不想 就是只要这个念头冒出来 他就回避他 他就排斥他 然后时间长了 好像忘记了 但是只要有一个扳机的时间 只要有一个东西能够触动他 那个记忆马上就会回来 其实没真忘 是 实际上呢 就是在我看来 这个当地警方 对他这种失忆的这种 一直抱有怀疑 包括使用了很多这个侦查手段啊 包括去换引他的记忆什么的 实际上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实际上在审讯工作的实践当中 大量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为了逃避自己的刑责 用双失忆的方法 很多人 很多人 对 很多人 就是他经常会说 我失忆了 我怎么着 一方面 这些人有的是为了以此为借口来推托 就是在行政审讯的时候的 要这个公认 要推托公认 另一方面有的人是想用这种办法 假装自己这个有精神疾病 或者假装自己这个行为能力有缺陷 不要想想逃避这个这个责任 但实际上的就变是你失忆了 失忆这样的一种这个病症也好 或者什么情况也好 在法律上来讲 一样不能算作你是可以免责的情形 不是法定的这个免责情形 只要你在犯罪的时候 你的意识是清醒的 行为能力是完整的 你照样 无论是你后来事不失忆 你都要承担相应的行事责任 而毕老师的经验感觉是 这个人既不是真的完全失忆了 也不是您说的那个彻底的装失忆来逃避行责 就是因为多年以来自己害怕不敢面对 不断回避 自己把自己弄得有点糊涂了 稍微提醒一下也就想起来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随着罗某记忆的恢复 二十年前那桩血胺的前沿后果也浮出水面 1987年 性格内向的罗某娶了邻村漂亮的小孽 还生了可爱的女儿小慧 然而好景不长 夫妻俩渐渐的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分歧 1990年 二人离婚 离婚后 罗某一人带着女儿生活 1992年 在岳母的撮合下 两人遂萌生了复婚的想法 我这人脾气挺确的 那时候 离婚了之后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就没有关系 就是两个不相干的人了 对吧 但是他老是那样的残恶 再加上他的父母也劝我 我家里的父母也劝我 周围的邻居都为我好嘛 都这样劝嘛 哎呀 当时你 你不知道 好多人劝我 多坚定的一个人 就负分 他每次到我们家来找我 我从来不拟 我看上来 我远远跑了 就算一二再 再二三 我心动了 要不要拿那些 之后 决定复婚的罗某 经常主动到岳母家帮忙干活 尤其是在岳母家翻修盖房时 前妻和岳母都邀请自己一起过年 罗某愈发干劲十足 他们家一个儿子和他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嘛 只有两个老人在家嘛 又种的田种的地嘛 所以他经常叫我去跟他做农活 我也就 也不好推迟嘛 我既然他有那种心 就答应他经常去嘛 修房子也过去跟他干活嘛 94年那一年的春节啊 说好了 这个在他家住次年年换 年年换 但是当罗某到他家里去的时候 他家里人呢 就说些不好听的话 说什么 你说我的鱼儿没人要 但是我的鱼儿现在有人要了 这个你还跑在我家里来干什么 突然之间他们一家人就工作 骂了 把我弄得莫名其妙 什么话难听的都说过 他就这样指着骂 这样子指着骂 他说你不是挺硬气吗 以前你骂他如何如何 你现在跟狗一样 反正就是那一顿臭骂之后 我没法呆在那里嘛 就能让死了嘛 被赶出来的罗某回到家中 想想这两年多来的付出 他认为自己被深深的伤害了 赶我出来好像觉得心里受不了 自己家里也没吃到 自己家里也没吃到年夜换 在那个岳父母家也没吃到 心里也受不了 就是好像是就是你这个以前呢 你就是说又和我夫分了 这个你现在我同意和你夫分了 你现在不是亡我吗 不是故意去我的手吗 他真是左想右想想不通 整个一个真热 就是到真热十几年 一二十天都好像心里好像 因为老是有这种疙瘩 改不开 你为什么这样骗我啊 还是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有意的那种侮辱我啊 就老是在脑狠 想弄个清楚吗 据我们了解他这个人 平时是孤言少语的 有什么事情从不对别人说 一个人都独自去承受 都埋在心底的 就白感交集 好多想 他本身天生的那个行动 就是所谓内向性 再一个有比内向性的人 他一个比较敏感 这个报复心理比较强 报复心理比较强 就是不善于与人交往 于是1994年3月4日晚上 怀着满腔怨气的罗某 来到岳母家 讨要个说法 他们那些孽的家族大嘛 我害怕被人家 去了之后 我一个人嘛 我害怕被人家 后面是没有 没有把他打 反而被他把自己打 就戴那个福度嘛 是好像是自卫那种意思 后来一去了嘛 本来去的时候 就心情啊就很复杂 也很害怕 那个心里去了 一去了之后 一碰面 一下就发生冲突了 再加上他 大喊大叫 拜三根嘛 他周围的人就 好像有 听见有个人就喊嘛 那样的脑子一下子懵了 就这样 在双方的言语不合中 一场三条人命的血案 发生了 我觉得啊 我就做错了这么一件事情 把自己给完全毁了 害了死去的人 也害了好多的一些 家人 我不知道他们 这些年承受多大的那种压力 对吧 前期家破人亡 仇恨已经深埋心中 甚至将所有的愤怒 发泄到他亲生的女儿身上 而他们的女儿 更是承受了 不该他这个年龄 所承受的一切 这个女孩子 为什么会远嫁他乡呢 就是因为 从小啊 一直生成的繁星 是很差的 基本上是在那个 灵眼里面呢 因为周围的那些人嘛 这个动不动呢 那是杀人 换的女儿啊 什么什么的 是吧 所以他觉得在这边呢 生活 还是有一点的压力 他虽然远嫁他发了 但是婆家那边 都不知道 他的父亲 是个什么样的人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那这个男的呢 据村里人说 是一个老实本分 木讷内向 有些孤僻的人 不大会说话 他的妻子家呢 是这个村里的一个大族 人特别多 所以特别有势力 很厉害 据说那个岳母在村里有名 是很厉害的 听村里的人说 妻子也比丈夫要厉害 很能干 然后这个妻子呢 还开一个那个小发廊 就是小礼发店 然后为什么要闹离婚呢 据这个男的说 就是他妻子很不本分 做了非常不名誉的事情 二十多年前的旧事 我们无法查实 但是这个丈夫是确定 自己有确凿证据 这样的事的 他完全无法容忍 自己受了特别大的羞辱 所以是他要求 跟他妻子离婚的 而且离婚的时候 肯定是很急了 当时他说了他妻子 一些难听的话 类似就像你这种女的 谁要你啊什么的 这种话就分了 分了之后呢 岳父岳母也罢 这个男的自己爹妈也罢 以及村里的所有的 这个兼顾邻居老人呀 就都来劝和 哎呀咱们中国人民 太爱劝和 不管和事不和事 劝和就说 还有一孩子呢 还是复婚吧 将就在一看过吧 基本就是这借口 对就是这借口 弄的呢 把这个男的窜的的 就动心了 说要不然就复婚 就复婚得了 然后呢 因此岳父岳母家 所有的活 农活都是他干 房都是他修 还像人家孤业一样 给人干所有的活 然后这不就等着 春节女的打工回来 就要复婚吗 没想到呢 人家这女的呀 在外边交了男朋友了 又下家了 又下家了 条件比他好 人不想跟他复婚 这个男的呢 又是个木头木脑 他不会看看面高低 你知道他自己感觉不到 他也不知道该自己冷淡了 该退一下 他观点肯定是没有想到 因为主动提复婚 那是对方家庭 但是人家不想跟他了呢 他又没反应 弄的那家可能就烦了 就总而言之 就直接说了些难听的话 意思就是你赶紧走 那个你不是说没人要吗 我们有人要 就是又特难听 然后这个男的呢 就觉得你知道他那种 一根筋和倔头倔脑的人 他特别生气 他会觉得被欺负 被耍了 这就是一个看上去还挺老实的人 结果就干出这种事的原因 是吗 我想还有一个就是 他本身那个地域比较闭塞 然后他的性格又是比较狭隘 所以什么事就有点 有点这个走牛角尖 然后当时听了那个话 回去越琢磨越觉得自己被欺负了 就有点激情的那种感觉 好 我们先接着往下看 2015年4月 罗某在警方代言下指认现场 这也是离家20多年来第一次重回部途 完全变了 没有以前的那个影子 脑子里 脑子里以前的那个影子找不到 一点也找不到 20年前的冲动 罗某欠下三条人命 而20年的逃避后再次回家 也让罗某对于当年的出逃 有了重新的认识 当时就是一个想法 远离这个地方 远离家乡 远离的末竟嘛 也不是去逃命 就是说 有好多原因 第一个原因嘛 不想连累家里的人 他开始从家里面逃亡 去去 真正的 他的目的呢 是想 因为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杀死了三个人 心里直到自己的 罪业深重 准备去自杀 给他们带来一些痛苦 当时我爸妈都五六十岁了嘛 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 出来那么大事情 对吧 就是想离得远远的 跑得越远越好 就那样的想法 就那样的跑了 跑了之后 跑的末竟嘛 他又想到外面死了 算了 但是他为什么自杀 他要往外面跑了 就是因为 他的原因 他说是要跑软一点 就让家里的那个父母啊 找不到 所以家里的人 可能就有个念想 到那个贵州的时候 他在那个山上 待了一个晚上 就准备在那个山上自杀了 锅外 调牙 不知道怎么会 没有死 死不掉 求生的本能 让罗某继续逃亡 但他并未预知到 这将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到了四川之后 一个路旁边 打零工的 那些人都站在那里 打零工啊 等着人家来顾你嘛 就那么一个地方 我就睡在那个地方 就那么一个人来 喊我干不干活 我就跟他干活去了 干了几天嘛 后来他问我 去新疆去不去 我那时不知道 有个新疆嘛 我就跟他去了嘛 在地广人稀的新疆 迎接罗某的 并非想象中的安全 相反 内心的压力 与日俱增 好了 没有意义啊 活得那种 恐惧之中的 活得那种痛苦之中的 没有这种经历的人 你体会不到 想想自己又没有拳头 也没啥梦想 就像一个空室的一个银子一样 时时刻刻就那样想着 做的那一幕 很难受 他就感觉他受不了 就想刻意忘记这个东西 他怎么忘记呢 要么就喝酒 要么就寻找自己和人打架 找人去下枪 打牌 尽量的不去想他 他应该他当时逃亡的时候 对外他就想了一种方法 自己做什么都忘掉了 我一不婚礼朝不婚礼 你就说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叫什么了 我不知道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逃亡的生活太不好过了 看到警察心里就砸慌 平时呢 住他又没有那个固定的住所 就是住那个做工的时候 就住工地啊 工地有工棚啊 闲时呢 就他可能天气情况好的 情况下来就睡那个工人啊 有的时候基本上就是 哪里有民工做事的 他就睡哪里 干那种职业 一般不能超过三年 超过三年就在职业病 我现在很多病去 鼻炎炎炎 都是干那个好事 身上看到了 这个到处都是伤疤 伤痕累累 他有一次那个 在那个做事的时候 那个好像是那个瓦斯 还是什么东西 发生爆炸 这个腿啊 那个一条全炸得差不多了 但是送在医院里面抢救了的 在逃亡的初期 年轻的罗某利用酒精和干活的劳累 压制自己内心的恐惧 十几年过去 另一个内心的需求 却越来越大 又玩玩又吃吃 又喝干嘛去干活不想 后来年龄一大了 就不是那么可惜 每次喝酒以后 他就考虑这个问题 在外漂泊 逃亡多年了 还是想回到故乡 就是判刑死亡 也要到故乡挪野归根 我不能再死在外面了 我这样身体 他感觉身体很差了 但是我和谁都找不到我的身份 我就是孤魂野归了 特别那种失 失青的感觉 没法控制 到大街上 一看见那种 那么高 五六岁的那种娃娃 一下就想到自己的孩子 一想到他 马上就联想很多 他现在干啥呢 过得怎么样呢 一下就控制不住了 有一年他说 张了好多的那个通告啊 也说什么投案之手啊 什么的啊 他就当时就到那个 新疆的波罗市啊 他那边的一个 波罗市公安局 准备去投案之手 看到那个布告以后 看到那个布告以后 他就在那个布告下面 抽了三根烟 就自己想啊 我要不要去投案之手 我要不要去投案之手 就这样想 最后还是决定去投案之手 我到大门跟下 人家把我推出来 是个围着人看的门 我不知道他是 听不懂我说的话 还是没听见 要不然那时候就想回家 这四五年最想家 忘不掉 对亲情和故土的思念 无异于罗某逃亡生涯中 萦绕心中 而且无法回避的痛 早就把眼泪流干 想到家的时候 就发呆 自然而然就流泪 好无数次的 我活着为什么 我该怎么活下去 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我就自己 我觉得人一生一世 什么都没有 都可能能熬过去 你一旦有亲情 而得不到亲情 拥抱不到亲情的时候 是最痛苦的 最难受的 物是人非的家 受害人家属的打骂 甚至于生死 对于如今的罗某 已经不再重要 对于当年冲动的反思 或许才是他最后的心声 因为今天我去 如果你们不管 让他们家人打一顿 我都觉得挺舒服 真的 这种事情做出来之后 我觉得这一辈子 全都白活了 最起码尽孝没有 做不到 跟孩子在一起 那种天冷之怒没有 自己想干的梦想 做不出来 做不到 我觉得就废了 老说这梦想 你当初的梦想 也很简单 我们又没上过学 那时候梦想 就把 就跟两个人 我们家三个人 跟娃娃 想修个漂亮的房子 孝敬父母 把娃娃 养大成人 那很简单 那时候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这个男人当年 确有可怜之处 但是毕竟杀了人家 一家三口 连孩子都杀 干得太狠 所以这你跑也跑不掉 那个 他的前妻 一直到现在认准了 全是这男人坏 因为他坏 所以有他血统的孩子 我也不想理 就是他一直不反省 这件事情 有没有自己的责任 不能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对方身上去 而且 居然不管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 这两个大人 都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 其实我觉得 值得惦记的 就是他们那个女儿 莫名其妙成了孤儿 莫名其妙成了一个 被人排斥的杀人犯的孩子 这个女孩非常可怜 就这么孤独的长大 我不知道现在 男人归案这件事情 对那个女孩子 有什么意义 对那个女孩 意义非常非常大 就像这个爸爸亲口说出来 我看到五六岁的娃娃 我就会想到我的女儿 让这个孩子 终于可以跟自己的亲人 建立链接 知道不是完全的被抛弃 有人在惦记他 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 一方面来讲 在我的角度 从法律角度上来看 首先这个母亲 没有任何权利 说以任何借口 抛弃对这个孩子 这个抚养的这个义务 你如果是这样 把它抛弃了 很有可能的话 你已经构成了这个仪器罪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我也非常希望 在我们国家能够建立 更加健全的 对这种大案凶案的 这种犯罪嫌疑员的子女 进行一个保护 和这个抚养 培养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制度 不能让 不要让他们在这种环境当中 遭受过多的歧视和非议 对 异地保护 把它挪走 所以这个女孩 没有得到保护 但是她自己远嫁了 这也是个方式 而且我相信 她跟她 毕竟还是跟自己亲人在一起 她跟她爷爷奶奶在一起 爷爷奶奶应该也会对她有一些保护 不过没有自己的 亲生父母的这种照料 对孩子来说都是很大的遗憾 好歹她父亲有这么一个表示 都是很好 我特别希望那个孩子能看见 我们很快乐吧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和你红柠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